我们听到周席委拿增生杀人的故事来做比喻 但其实呢的确一些不利 周席委连任的民调都是不断的出炉 党中央也强调说根本没有这份民调啊 所以同志也质疑说 那是不是有人在刻意放话 要打击国民党的内部士气呢 但现在党内确实 对于能否保住台北线的这个版图 非常的忧心 而立委邱毅甚至提出了 可以由宋楚瑜来出马迎战苏贞昌的构想 周席委想聘连任真的打不赢苏贞昌吗 传出国民党最新的民调 周席委的支持度落后苏贞昌36个百分点 随时可能被振钱换降 我不知道这些数字从哪里来啊 我觉得这些数字的编造也好 旧的数据的发布也好 尤其是夸张的数字啊 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做了 胡敦因时刻否认有苏大克州的民调 但根据中天新闻掌握 国民党每个星期都做两份民调 一份是周席委和苏贞昌一对一PK 另外一份则是可能的人选对苏贞昌的比较 这两份民调都列为机密 直接交给党务高层 甚至连国安局调查局 也早就开始做台北线的民调了 绝对不能乱谎话 因为不可能输36person 再怎么讲 这个周席委躺在那里都没有动的话 也不可能输这个36% 像所做的民调 现阶段都不宜啊 对外来公布 如果现任的表现非常优良的话 我们都支持他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我现在有意愿 要在四年前我曾让他之后 现在返回又要出来参选台北线现党 我想这个想象就可以让大家去思考 辅党都知道台北线选情的确困难 因为民进党几乎已经确定 是苏贞昌出马 只可以延后宣布时间 想拖满来营的布局 现在国民党把台北线放在第三波 五月登记半初选 六月才有结果 同志担心的是 对外步调被拖着走 对内民调风波继续延烧 受伤的始终是国民党 对啊 游戏文陈一帆李玉仲 台北综合报道